小白飯 然後再一個魚皮湯 聽到客人點餐 店員跟著重複確認一次 避免點錯 螢幕上的文字提醒客人 有何特殊需求 記得先講 比如說它的魚皮湯 它要湯多或是魚皮湯 湯少 然後薑絲 就是不薑絲這樣 我們都會幫它注意 湯多 湯少能自己決定 連荷包蛋要幾分熟 都能客製化 一個客人他每次來都喜歡 點那種三分熟的荷包蛋 有時候會來說 五分熟的荷包蛋 是有這樣的客人 以客為尊 盡量滿足各種需求 點餐軟體功能強大 讓陳大教授印象深刻 臉書篷文秀出內用單 魚肉粥不薑絲 不蒜酥不芹菜 菠菜不加醬 特殊需求全部客製化 到收銀台的軟體當中 讓陳大教授大讚 台灣No.1 這蠻方便的 就是想要怎麼去加一些料的話 都可以直接跟他們說 點餐時菜色能隨個人口味調整 確保入口不踩雷的客製化做法 成了讓顧客印象深刻的細膩服務 三星期視頻網上有王維文台南報導